美國最大的招商活動選擇美國投資高峰會 與本週一至週四在華盛頓特區登場 就在上週 臺灣新東向產學研聯盟協進會與臺灣公研新創協會 於洛杉磯舉辦臺灣Select LA活動 希望匯聚創業資源為臺灣廠商鋪路 擁有多年戰略顧問經驗的陳孝昌表示 疫情讓他們看到機會 所以在2022年底成立了臺灣新東向產學研聯盟協進會 加上所謂的中美對峙 我自己本身覺得可能臺灣人的機會快要開始 臺灣人強勢在製造 不是在branding 或不一定是dividend 所以當初我在設計這個整個model的時候 我是把臺灣當成是一家公司來設計 我要配置什麼資源 我要做什麼戰略 然後我需要什麼的人才 才有可能把臺灣的這家公司引領它走向全世界 他表示 臺灣在循環科技 精準醫療和餐飲連鎖行業 前途看好 不過 若要在海外紮根 必須考慮三個要素 除了科技業 臺灣連鎖餐飲也積極拓展海外市場 陳孝昌計畫把人才送到美國 接受培訓和多年磨練後再回臺 就把它設計好 如果是對的話 就會有加盟店 就開始會慢慢加盟 比如說供應新串 你要去改變整個英打水的話 一定要從教育開始做 致力於幫助臺灣企業在全球落地的新東向 首選美國 加拿大跟墨西哥 隨著台積電在各地設廠 不同廠商也開始進駐產業環境相對陌生的歐洲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郭曰熙、林詠峰 加州圖倫斯採訪報導